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塞帮子上弄一大窟窿 打这起烙一口头语叫八斤斑 跑回国去 上德云安殿是勒鼓创中 歹王千岁出了一瞧啊 使臣回来了 一瞧走的时候这个脸挺平整 回来天了摆设了 爱卿 塞帮子上这一眼 是如何制作成功的呀 哎呀八斤斑哪 什么八斤斑啊 把事一说 这个仇不能不报 明着呀 是给我塞帮子上来一窟窿 按含着是骂带王您 此仇不报 咱们丢人可丢到老了家了 王一听啊 有道理 嗯 这可不行 这不光光是欺负使臣的问题 两国交锋不斩来使 打狗 看主家 现如今这是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不成 咱们呢 世灭大旗 联络一下吧 吴国 晋国 宋国 鲁国 梁国 这五家王子坐在一块一说 哎 我们都受过大旗的气 尤其是梁王跟鲁王 采凤山招亲 多没凶没臊的事我们都干了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啊 宋王呢 糊里糊涂 啊 人家一说怎么好 就听人家的 咱咱们一块 哎行 我听了你们的 五国的王子 兵和一处是将打一家 琢磨好一个事 准备吞兵大旗 明着可不说发兵争讨 说什么呢 在湘江岸边摆下一座 湘江会 请齐宣王前来赴会 明着是赴会 实际上就是交锋 五眼娘娘一瞧就明白了 嗨 什么叫湘江会 就是骗人 这五国居心叵测 宣王说那不行就撤吧 咱们不去行不行啊 那可不成 要是不去的话 在列国里边这么一传 咱们可丢人现眼 不光去 还必须要打胜仗 把全国的兵将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 那囊揣一个都不要 净捞干的 宅有能耐的 兵精将勇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 来在了湘江岸边 两军对垒 这边是娘娘 这边五朝的王子 带着五位大元帅 一次排开 这可威风啊 可是这五位王子 望对锅一瞧 瞧见钟离无言 娘娘坐在汉海麒麟上 这脸望上一扬 下巴柯这点寒毛啊 拿缝一刮是左右漂白 宋王摸了摸自己这几根胡子 我不如他呀 哎 要说起来这个官司呀 我错了 不该跟他们四尖啊 一块发病 可是现如今在退 可没退路 我呀 瞧他们四尖怎么说 对啊 拈头打脑 不说话 这四尖撇吃辣嘴 为什么呢 仇恨都在嗓子眼这儿呢 一尖 使臣被杀 一尖 使臣这嘴上添一窟窿 那两尖踩凤山 招亲的时候 挺丢人 今天一瞧见钟离无言 这点火腾冷就上来了 卢王爷坐得马上 拿马鞭一直 你们都瞧见了 嗯 这就是仇鬼 终于无言 想当初踩凤山 我与梁王 梁王一白说 哎 你别提我 别提我 你就说你自己 不是有事在 我与梁王前去招亲 那时节 他骂了我们一个狗血喷头 这痛打得我们俩呀 那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 啊 羞辱我二人哪 啊 今日里两军对垒 我不能饶了他 今天我要抽鬼 向上人头 你们四尖哪位先出马呀 嗯 这四尖一琢磨 说了半天 合着你不痛过呀 梁王点点头 鲁王兄啊 你那个心意我明白 今天 咱们兵和一处 将打一家 没别的 一定要保当初踩凤山之仇 你还记得吗 踩凤山 咱们两个人 让他打的 鬼空狼嚎 你跪着地下 帮帮的磕头 你还记得吗 你怎么也说这 啊 废话 刚才你说过 还拦着你的 我说 你们谁上啊 话音刚落 吴国阵脚下 有一员大将名叫吴启 来得切尽 无畏待望千岁 小将吴启 愿出马 亲此仇归 这个吴启啊 是吴国的领兵元帅 本身还是驸马 啊 跟这吴王啊 沾亲戚 吴王家的姑娘 给了他了 今天一瞧 大驸马 要出阵 吴王心里痛快 信说你们啊 哪个国也挑不出 这么一员勇将来 来啊 准备一斗热酒 与我的驸马 满满的筛上一杯 啊 但愿你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好 我谢谢您 我一定尽全力 擒此仇归 端起酒来咕咚咕咚 翻大杯 哎呀喝 我这就去了 感情不能喝酒 这不吃饱了撑他吗 坐得马上一劲的晃悠 来得两军阵前 到了跟前了 娘娘瞧出来了 对过来个小白脸 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 啊 大字眉 一对虎目 通关鼻梁 微微的有点胡子茬 看着三十岁左右 挺精神 坐得马上俩眼有点理气 娘娘提鼻子一闻啊 啊 这是喝酒了 心说 两军阵前怎么能喝酒呢 嗨 喊一声嗨 鼻起从马上掉下去 我没动手啊 我一直都没动他 身背后小军过来 不管那套 马肩头笼儿背 被大红马捆起来 肩膀一搭 搭走了 有人过来连马都拉走了 吴王坐得马上看了看 都怨我呀 就是喝这酒没堆水 想到了 可惜连我闺女啊 这回算是完了 年纪轻轻 手了剐了 我逞这能干嘛呀 我心里挺难够 众位王兄 好 王千岁 你们都看见了吗 啊 我这大驸马刚刚出马 余纳泽大战了 三百回合 王有事说事啊 您这也没有 我们都瞧着了 人没说话就掉下来 啊 那你们有说便宜话的功夫 你们也派兵啊 啊 难道说 咱们五国相将会 只有我五国一家出马吗 你们还等什么 这四位听 对啊 还等什么 撤 两军挣钱 呼拉超一下子 扭头都要跑 这打仗跟打架是一个道理 包括街上打群架 心理学很主要 有时候出去打架 这位小哥 一名二 这位一名九 还小过四年五数 这大哥未必能打得赢 怎么呢 一个是按着全路啊 按套路打 这小哥呢 把不齐地痞流氓 俩人一见面 地痞的眼一斜 嘴角一搭了 这叼着半俩眼卷 二话不说 蹦前了轮远了 啪 一大嘴巴 紧跟着蹦 把这眼糊上了 人都这样 当时这挨打的就啥 心里一害怕一哆嗦 这心气就没了 打这起 你怎么都是输 两军振钱也是如此 一瞧 出师不立 这四家王子呀 有点后悔 悄悄地往后撤 吴王一回头 哎 这不对呀 你们比我都退过一个马去了 他也往后退 军心换散 胡拉超一下子 人全乱了 这边一瞧 好 这五国阵脚乱了 啥 娘娘催动胯下汉海麒麟 率领身背后 这些个能兵小将 胡拉超一些的 全围上来了 这些个兵将往上一冲 五国阵脚是大乱 全乱了一块 各国之间也互不认识 到这会儿 逃命要紧 妈的妈 我的老了 老了老了 太老了 到这会儿 谁顾谁呀 命要紧 什么叫皇上 什么叫大天 哪个叫毕时啊 去他地了 全乱套了 五国的王子 没人管 娘娘来到窃进 手中兵刃举起来 砍瓜削菜 十分钟 这五位王子 全打死了 这段书 在春秋列国 叫做日所五龙 五位王子 全完了 大兵往下就败了 紧跟着 这兵败如山倒 你想啊 心一散了 再打仗 谁也打不了了 胡拉超全都跑 这边大队人马就压上来了 追来追去 兵将全散了 一直追到一个山口 前边 齐国的兵不动 娘娘一催 坐就怎么了 为什么不走啊 齐兵娘娘 在山口这 坐着一个老道 好像会些法术 娘娘乐了 所有两星排开 我看你看 催马来到窃进 定睛观桥 一瞧啊 在石头上边 坐着一老道 瞧这母娘 说一百岁 得挂了银 这胡子呀 一尺多长 散满前心 根根露肉 条条透风 这脸呢 跟婴儿那脸似的 小拔不脸 红扑扑的 高板牛心发管 这别着一根啊 玉石的单子 两档长手眉 半尺来长 脸上皱纹堆垒 身穿道装 腰记水火思涛 脚底下白袜云鞋 身背后 背着一口宝剑 这边 挂着一大葫芦 葫芦上面有一丝 这边 鞋子还挂一兜子 就跟咱们上学 小孩背着书包似的 可比那个宽 比那个薄 这么斜插背着 手里边 拿着一个佛唇 闭目养神 这个老道是满脸的争鸣 好多五国的兵将从这儿过 他不拦 齐国的兵将往这儿来 老道一睁眼 一仰手 啪 也不知就有什么设置 这手里喷啦啪啦 往外飞铁钉子 兵们不敢过去 两旁边闪着 娘娘倒了切进 抬 这一道掌 你是何人 为何拦在此处 阻住我的去路 老道一听有声音 微微地睁开双眼 射出一道胸光 我离仰婆 来者 你是何人 我呀 大齐国黄粮 朝阳正愿 终离无言 离仰仰高兴 哼 还会乐呢 我说道爷 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近日里相将会 五国围剿大齐 我们得胜了 你为什么拦着不让过 终离无言 五国与你齐国的干戈 频道不问 我在此就是等着你 咱们两个人 有我一辈子的冤枉 要在你身上了断 老人家 您今年高兽 频道 一百零七岁 就是 我今年 二十多岁 你这一辈子冤枉 你跟我说不着 是 跟你是说不着 跟你师父 乌山老母 可说得着 我告诉你 我跟他 一天二地仇 三江四海恨 我找他找不着 这个仇 要抱在你身上 道长 到底什么仇 您能说说吗 哼 频道 自幼出家 十七岁那年 为了练九转还羊丹 这个丹如若说练好了 无论什么人吃了 都能起死回生 哪怕死人吃了 都能活过来 需要还羊草 可是还羊草 只有乌山上有 你的师父 乌山老母 把手在乌山 不许别人去碰 频道我 一十七岁那年 前去采草 被你师父打得 我是遍体鳞伤啊 我回山之后 用心的调养 到今年才治好 咱俩这冤枉 你说师父该找你 你没死了呀 我也没想到啊 我师父下手太狠了 啊 还了小一百年 那今天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告诉你 留下向上的人头 说着话一仰手 啪 咱们不知手里有什么机关 这铁钉子 啪啪啪啪啪啪 跟蝗虫似 就飞过来了 不戴帽都很长 两头尖 枣胡钉 一仰手啪啪啪啪 少说这一把啊 百事来个 紧个这张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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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铁钉子 娘娘手中的兵人 左右拨打呀 叹了口气 哎呀 这是个木匠成精啊 啊 搔进钉子嘛 打了有这么十多分钟 满地搔胡钉啊 钉钉们两根脆啊 绷在身上就是一口笼 娘娘一瞧 这不行 我不能总等着呀 我知道她这打的什么时候 啊 往上来吧 一催着汉海麒麟 敌着钉刃 来一刀切进 汉海麒麟哪 快呀 两步就到了老道跟前了 按位置来说一百多米 按时间来说半分钟不到 到跟前了 再瞧老道一睁眼 太快了 说一声太快了 娘娘点头 对 啪 老道这脑子 看过国庆节放的 李花嘛 万朵桃花开 光荡一下子 死尸到底 人死可是死了 没完全死 左边这手临死之前 使劲地抓住了葫芦这口 往外一掰 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这儿了 人也死了 葫芦罐也打开了 从葫芦里边 一千多个大黄蜂 个顶个儿跟大枣 这么的个儿 带着针哪 可就飞过来了 娘娘一笑 哎 坏了 这老道有机关 他临死临死 他还害人 可是你拿这个冰刃 打这些黄蜂 打不过来 他哪儿都有啊 有这么五六个 唠到娘娘脸上了 再也遮呀 呼噜一下子呀 鼓起一百多个大包来 把娘娘腾的翻身 从汉海麒麟下 拿手揉着脸 哎呀 黄蜂也都散了 大伙都过来了 哎呦娘娘 您看您这 娘娘把手拿起来 大伙点点头 哎 这可顺眼多了这样 原来好看啊 娘娘这个造型很适合您啊 别废话 这口疼的这个 哎呦我的妈呦 这是什么玩意这是啊 哎 有一个小兵丁过来 娘娘 没事 您得有救 老道这儿背着一兜子 兜子上面两个大字 解药 打开包 拿出一瓶来 瓶上写着 专制葫芦里边的毒蜂解药 拿给我解药来 一抹 当时见笑 娘娘点点头 好啊 不愧是半仙之体啊 死了就死了吧 太缺心眼了 这个 再找五国的兵丁 烟消云散 有的回归本国 有的落草为寇 有的回家务农 择切不标 带领人马回到林滋城 齐全王乐坏了 哎呀 这个太好了 你看看 有娘娘在啊 聊不得 什么事都能解决 传话出去啊 林滋城大小的火腿节套 都贴上条 有困难找娘娘 这个优良传统 一直延续到现在 打这儿齐 齐国又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哎 娘娘跟齐宣王感情还是相当的不错 齐宣王也高兴 知道自己的万里河山来之不易 多亏了娘娘 对娘娘疼爱有加 可是好几次晚上都走到朝阳正院门口呢 齐宣王害臊 你看这事闹得不好意思的 转身又回去了 夜里三点又来一趟 一问那太监说娘娘睡了 她又回去了 来回这么折腾 燕英燕丞相就知道了 哦 皇上有意龙凤丞相 好事 但是呢 得找一节骨眼 哈 说这个呆王千妃 这点 今天啊 头傍晚之前 咱们两个人呢 游广玉花园 走来走去呢 走到朝阳正院 微臣我就说了 我要去拜见娘娘 您跟我一块来 朝阳正院摆着酒宴 您跟娘娘一喝酒 掌上灯 微臣告辞 您就不用走了 哎 你这个主意可是不错啊 行 商量挺好 散潮之后 君臣二人 游广玉花园 游打玉花园 走来走去 走到朝阳正院 来到这儿 国母皇娘呢 他见出来了 百王千岁 国母皇娘留下一个条 他走了 哎呀 我的亲娘呀 他怎么又走了呢啊 这是跟谁消费 拿过条一瞧啊 宣王乐了 承乡 你看看 你看看 娘娘写的 哦 老臣拜读一下 结果离开 什么意思呢 娘娘写的 那意思我呀 回家了 苍山伐马岭 钟离庄 想当初你娶我的时候 是我自己走上亲殿的 堂堂一国的皇娘 母仪天下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没有别的 你如果还想让我当你的皇娘 你呀 得背下八台大叫 花红彩礼 吹吹打打 去到苍山伐马岭 到钟离庄 到我家 接我 二次迎娶 哦 宣王乐了 行 某某天准备吧 赶紧吩咐准备 吹吹打打 一直来到了苍山伐马岭 钟离庄 到这儿 二次请皇娘上教 又把她迎娶回皇宫 夫妻合谨 打这儿起 日子过得非常的好 有这么 四个月过去了 有这么一天 就皇门关上殿 禀告一声戴王 说现如今呢 宋国的使臣 叫郑国臣 带领全家 上咱们齐过来了 奉宋王爷的旨意啊 前来献美 宣王一听 这可不行 这个愧寡人吃多了 我可不能再跟娘娘着事了 来一个打死一个 来一个打死一个 你问他们怕死不怕死 怕死快回去 不怕死 我也再问问娘娘 想把这个老臣带上来吧 功夫不大 郑的人上来了 参见戴王千岁 老臣啊 我乃是宋国的使臣 此一番奉了我家戴王旨意 到此前来献美 我有一个女人叫郑禅玉 之声的花容月貌 清国清城 请您随意的纳工 怕您不放心这一次我是全家来的 我们老两口子 还有我的两个儿子 正文正武 都到这来了 您看看 我这女儿您要不要见一见呢 学王想了想 你看这个事 要不见吧 你这不合适 见吧 怕你们不合适 先叫上来吧 叫上来有话再说吧 功夫不大 魂配叮当 犹打底下 这位大美人 正蝉女上来了 就走这几步 风送河化是雨润芭蕉 齐玄王啊 眼桌子都掉桌子上了 前勤愣光回头 哎呀 那这娘呀 你是险女下山呢 我这个皇家爷是险女下山 就是连险招的爹 哎呀 可是这样啊 显如今呢 政治人啊 你是不知道啊 南门大七国这个事啊 我主一辈 啊 那一辈呢 是荒娘主 哦 这个国家大事 您二人还不一样 不一样 啊 这个他主这个什么 大哪个国家呀 讲图阔不阔呀 啊 秦战哪个国家呀 谁当棍啊 耍谁呀 他管这个 哦 那大王您管什么 晚上吃什么饭呢 家具上什么神的呀 穿什么神的鞋呀 这个比我负责 我这都是大事 那您看这样 我们别难为您 您问问娘娘吧 好 你等一会儿 我问问一下 廖袍 顺平风出去 奔后宫 找到钟离无焉 这个则通啊 我给您上了点事 行就行 不行就拉刀 你可不许生气啊 你不能着急啊 您看 我不说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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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那一小子 怎么去了 这事 带王 有话你说呀 你你你等牙 你会儿 我我只给您上了啊 行就行 不行也没事 这个宋国来人来 来个老臣啊 姓郑 带着他老伴 带着家儿子 我不说了 我不是 您说完了 他带着他姑娘来 他那夜三天 他让他姑娘 你你你踩 你踩 带着姑娘来 认你当干爹 不是 你差点说吐了嘴 这不是他的意思啊 也不是我的意思啊 这是宋王的意思 这不是前几日子 你把宋王打死了吗 他那个儿子又挡了王子了 怕咱们着凶他们 这不是吗 派老臣一架上这来 想哪个姑娘给我呀 让我随意的拿工 我可没答应啊 我没答应 我给您上了上了 你要是愿意呢 那就愿意了 你要不愿意呢 我还让他们回去 娘娘一听啊 哦 原来这么回事 想为君主者 三宫六院 七十二嫔妃 这也不算什么 而且现在 齐宣王这个事 能跟我商量 我不能说别的 带王千岁啊 这个事啊 我不拦着您 您呐 简机行事 不过您可想好了 还记得 以前这几次 美女烟粉纪吗 无论如何 咱们不能再犯错误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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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地 跟他聊一聊 我看他到底什么意思 你放心 你的话我都记着呢 我都记着呢 好 你仰着身子 我上前面去 上前面去 来到头里边 坐在了龙树案后边 呃 寡人刚才问完了啊 娘娘说行 这样吧 习宫家院 现在如今还掀着了 跟你这么说啊 你也别害怕 习宫啊 死了好几个了 一直掀着 一直掀着 去年呢 我们一直上来说被习宫啊 改藏库啊 我是木舍的啊 因为当初啊 盖这个习宫啊 为习宫娘娘搞锦镜盖的 没想到啊 这个锦镜也死了 后来接着连撒死了好几个 我是不进习宫 不难过 一进习宫 准掉原来 下周近年来了 听古王奉鸣 你是习宫娘娘 郑玉禅飘飘下外 谢主龙恩 谢谢我 好门官 那瓶总管 你们带着他 找阳整员 先看看娘娘啊 让娘娘先演演货啊 他要说不同意 赶紧被人送过去 听见了吧 别等着吵架 不合适 这个事闹着啊 送走送走 大总管过来 娘娘随咋家来 领着出去了 一瞧这底 还跪着好几位 哎呀 你看这个事 得了 凤尼是老太师 凤尼是太师夫人 你这俩人啊 就是大国舅二国舅 给你们建造太师夫 国舅夫 下去谢着去吧 谢主龙恩 几位全都下去了 回归府地 宣王回后宫 郑禅玉呢 来到昭阳正院 面见国母皇娘 钟离无言 飘飘下拜 娘娘看了看 嗯 这姑娘啊 跟以前那几位不一样 那几位 眉毛眼睛 耳朵实都会说话 这个看着老实 而且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子正气 娘娘点点头 来呀 坐吧 我还是站着吧 没事 坐坐坐 坐呀 郑禅玉吓坏了 哪见过这个 大太监过来了 娘娘您坐吧 国母这是高兴的 是啊 往这坐 不敢全坐 夸着半揽呀 这凳子眼 身子拧着 这脸斜过来 看着娘娘 照相合适 娘娘点点头 太懂规矩 给扶起来扶起来 掉地去了 公额们过来掺起来 娘娘您坐好了没事 不上去 黄姐 您一向身体可好 还行 就是最近呢 吃不下东西去 这不嘛 一天这六顿饭呢 丑的跟什么似的 要您一天吃六顿呢 吃不下东西 原来一天八顿呢 哎呀 这些日子一劲老火的 这心里难受 还总想吐 想吃酸的 要 黄姐 您是不是有了 说这心眼里头了 啊 光不黄娘这些日子 也觉得身体不对 心说八成是有了 高兴 这我要生一大花小子 啊 宣王不得爱死我啊 心里高兴 太监每天也劝他 您这也得注意身体 多吃多喝 好好休息 喝 今天正禅 喻三句话两句话 娘娘高兴了 好 以后在宫里边 有事跟我说 有人敢欺负你 告诉我 我灭了他啊 哎 我谢谢黄姐 说着话不由自主 轻轻的还叹了口气 娘娘一瞧 哎 不对 你别瞧娘娘长的母样啊 挺另类的 其实呢 她是一个外粗里气的人 一瞧她叹了口气 可不对 陈居啊 你到底 还有什么新事 没说出来吗 啊 我可告诉你 你这样的 我打死好几个了 来在我大集 到底干什么来的 说实话 倘若不说 你来看 站起来了 太监们都过来 娘娘动胎气啊 我没事 乖的 你出这门 男商家男 再瞧郑禅 没有害怕 但是眼泪下来了 哎 黄姐不提 环色罢了 您这一问呢 小女子满肚子苦水 倒 个儿倒 倒 倒 有我呢 啊 哎 我跟您实话实说 此一番 我们妇女来在大齐 就是美女烟粉剂 啊 还是美女烟粉剂啊 这你们这一个学校交出来的 就不会点别的吗 啊 我跟您说 我是满心的不愿意 我也读过书 我也知了一些个史 我们不能这样做 可是呢 我又不能劝得了我父亲 我父亲临出的时候 跟我家戴王千岁说了 这次来 就是为了搅闹大齐的天下 他让我呀 混乱攻围 找机会 暗害宣王 倘若说我不能够做到 那么他们还有第二条计策 好 什么计策呀 我们这次带来了一个祖传的金花树 这棵树啊 上面接的花是五金的花 特别的好看 光辉灿烂 而且我大哥会耍这个金花树 他们想啊 请宣王过府的时候 假借耍花为名 赐狼杀架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好 难为你忠心耿耿 你放心 有我在 他们不能够得逞 你放心 一切都有我呢 多谢黄姐 来呀 送娘娘回宫 有人过来引路 送这位郑禅玉回西宫下院 前去休息 娘娘坐在这叹口气 哎 心说呀 这叫什么天理 美貌女子一个一个进宫来 都想害宣王 当然了 我也很漂亮 我可没有做过心啊 哎 晚上 见着齐宣王 把这话一说 宣王说 这不能 不能 你啊 我跟你说吧 你小小女儿 你知道吗 我 我今儿我还特意闲问给你 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人 你放心吧 人家一架子都上这来了 能处什么事 你别管了 没有在听 娘娘心说 你呀 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不创南墙 不回头啊 行 事到临头的时候 看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